在前面这几节思维漫游啊 我们对Market Valley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理念呢 做了一个比较系统的介绍 那么这个介绍我们能够看到就是Market Valley的这种执政或者是统治理念 实际上呢是有两个相反的观点 一个呢就是说你如果要想做一个独裁 做一个宜人专政专制 就是一个人去在上面做君主 你应该做什么用什么方法 另一个方另一个角度呢 就是他更倾向的呢就是用一个开放的一个民主的 或者是一个共和的体制 这个集思广义 然后去去管理这个社会 那么在这样一个两个极端的方向 我们就说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Market Valley为什么会同一个人会有这么 就等于是说是完全两个相反的观点 在不断的阐述 那这种阐述它到底目的是什么 那么自从这五六百年的这种历史过来以后呢 很多历史学家就对他的观点呢 做了很多不同的分析 当然大家的结论呢就不太一样 转述一下比较有名的 我们比较熟悉的经常提到的一些思想家呢 像Spinoza像Rousseau 我们以后还会讲他 和其他的一些历史学家和这种哲学家吧 对这个对这个Market Valley的 尤其是他的这个The Prince 就是这个君王论君主论这本著作 有一个非常的独特的一种看法 这种看法就是他们认为 像Spinoza像Rousseau这些人 认为呢实际上呢 Market Valley呢在这里呢并不是series 就是并不是真心的相信他写的这些东西 而某种意义上呢 他是通过写这个君王论的这本著作 来对这种体制的一种高级黑 ok用金单话就是高级黑 就是讽刺或者是挖鼓 或者是高级黑 为什么会是这么去用这个角度来去 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呢 主要就是因为 Market Valley实际上在他一生中 写了很多其他的作品 那么这些其他的作品呢 其中有一些呢就是一些戏剧 就是一些那首那首古代 没有电影没有电视 就写一些play或者是comedy 或者是stage comedy 就大家在一个舞台前面去画剧嘛 就像今天所谓的话剧真人去演 那么这些话剧的这种剧本 他写了不少 而这个剧本里呢 后边呢我们就是说 在这个Market Valley写的一些很多剧本 就能看出来 他明显的是在对这个君主 进行一个高级黑 因为在他的那个话剧里面 那些君主呢 很多呢都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人性的弱点 和丑陋的地方 而他的这个话剧写出来以后 你就看出来他上次对这种丑陋的君主的这种行为 进行一种嘲讽 一种讽刺 那么如果他的话剧是以这样的一个风格来讽刺 这些这个唯我独尊 一人专政的这么一个体制 那显然呢 他的The Prince这本书呢 显然是也是带有一种高级黑的一种性质 因此呢就是对于这些像Spinoza 像Rousseau 像是其他的这些人呢 对他的看法就是我们不要 把Macchiavelli和他写的这里面的这些东西呢 画成等号 意思就是说不要把Macchiavelli想的他也是个坏人 他写的东西是恶人怎么去作恶 并不代表他本人就是一个恶人 他就真正的支持这样一种作恶的行为 那么 从他们的角度来讲呢 他们认为呢 Macchiavelli写这些著作 尤其The Prince君主论 君王论的这种著作 他真正的用意呢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作品 这样的一个写作来来充分的曝光 这种一人唯我独尊的体制的这种缺点 OK 是曝光就曝光他的缺点 包括他的缺陷 而不是用来去去去把他这个吹捧 并不是去吹捧 而是去曝光 因为通过我们前面讲的那种各种各样的那种 作为一个这种political realism 就是政治现实的那种君王的那种行为 该骗人就骗人 该说好话就说好话 该作恶就作恶 然后呢 让大家不是去热爱他 而是去恐惧他 这些东西呢 当然就是我们一听 Macchiavelli就说 这都是做坏 竟给你出这种坏招 阴招损招 但实际上呢 从这个他们的角度来讲呢 他把这些东西就是一下给他写的很清楚 让你知道就这就是一个一人唯我独尊的一个体制 一个集权体制 自然而然所显示的他的本性 那么这种本性显然就是一个非道德和缺德的本性 而这种缺德的本性 是Macchiavelli把它充分曝光出来 并不代表Macchiavelli本人是支持他的 而这个什么呢 他是等于就是说 我给你写这本书的目的 就是让你看看 这些君主他们的本性 他们实际上在做什么 那么从这个 从这个曝光的过程中 从这种描述的过程中 和以其相对应的 The Discourses 就是那个论理为的 那个更倾向于支持共和体制的 这种对照的这种写作中 我们就能看出来 在两个体制中 如果你要想去 让这个体制的这种统治者 去犯大错 犯重错 犯这个各种各样的那种 就是有灾难性的决策性的错误 你想想去误导他 去做那么坏的错误的话 OK 就是比如说别人去影响他 使他走向歧途 像这总加速师一样 就干一些蠢事 坏事 同时呢 也也也明白着这个事 将来是要有一个灾难性的结局 让一个决策人去 做这样的一个蠢 愚蠢的决定 而这你要想去达到这个目的 这个决策人 如果是一个唯我独尊的人 你很容易就能达到这个目的 因为什么呢 他的court is closed is a closed conversation of a royal court 就是他的这个智囊团 实际上就是他们的这个 底下都是 就用今天的话 就都是一帮这个马屁精 因为只只跟他说 他愿意听的话 那么他的内内 他的最内层的决策人员 都是他的马屁精 都是怕得罪他 都是说他愿意听的话 溜须拍马的人 而这样的一个 唯我独尊的一个王子 或者是君主 你要想把他导入歧途 实际上是很容易的 是很容易的 就是你说一些花里花哨的话 可能他就会上你的当 就跟着你就去走走错路了 那么反过来讲 如果这个体制是一个共和的 开放的体制 有很多人在这个体制中 参与谋策 参与出主意 参与提不同意见的话 你把整个这个群体 带入一个企图 并不是那么容易 这就是马克维利的 整个的这个 他这个著作中的 最后得出的一个 很明显的结论 你当君主很不容易 OK很不容易 你要各种各样的这种特点 当然是都是很负面的 很黑暗的手段 而但是呢 像这样的一个君主 你要想把他误入歧途 你作为一个 比如说智囊 OK这个智囊 当然是把他误入歧途 有的是有意的 有的是无意的 很多就是无意的 像今天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 叫那个叫什么 王沪宁 那就是一个智囊 他把这个一尊给误入歧途 变成总家属 实际上他一个人就足以 他就足以把那个 那个那个 没有受过正式教育的那个人 那个一尊给他误入歧途 反过来讲 你要想把一个民主体制 由千万人选 选举出来的这么一个 开放型的 有一个不同意见 一直在跟他吵嘴架的人 把这样的一个人 给误入歧途 你可不是误入一个人 把他误入歧途 而是把他周边的 所有不同意见的人 都要误入歧途 这就很难很难 回到我们多次提到的 Wisdom of the crowds versus conformity of the idiots Wisdom of the crowd 就是很多人不同意见 攒到一起的时候 他是有一个更高一层的智慧 反过来讲 OK 如果都是马屁精 大家都是一帮 Idiot 马屁精 只听那个一尊 唯我独尊的人 一个人的话 那就是conformity of the idiots 就是一帮笨蛋 凑合在一起 意见一致 那么这个两个争 之间的区别 当然就是 Freedom of speech OK Wisdom of the crowds 每人有自己的 这个言论自由 那边没有言论自由 就出现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这个实际上 就是某种意义 是更深一层的 对Marchiavelli的 这些不同的 这种理论的一个评估 那么还有人 实际上是对Marchiavelli 这种高级黑 想的更深一步 就说实际上 Marchiavelli写的 The Prince 君王论的这本书 很大程度上 是一种trap 就是看这本书的人 如果真信服 他里面讲的这些坏招 实际上对他来讲 是一个trap 是一个陷阱 因为你真要是 按照这里书的 这种阴招损招 毁招全去 真正去做的话 实际上 你并不一定能得到 什么好的结果 还有一种说法呢 是对这个Marchiavelli的 这些作品 或者他写的这些东西 的一个评估呢 是说呢 Marchiavelli 尽管他写的东西 好像是在给 这些君王去写的 就是你当统治者 你应该按照这些方法去做 但实际上呢 他们认为呢 真正的 他的真正的读者的 target audience 就是说 Marchiavelli真正想 让大家知道的 那些人面对的读者 可能是普通老百姓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Marchiavelli里面 讲的这些损招 坏招 实际上根本不用他写书 当时就是都是在这么做 就是所有的当时的 当权者统治者 本来就是用这些坏招 用这些 非常阴暗的手段 去统治人民 只不过呢 Marchiavelli 把它写出来了而已 这个我们前面 已经多次讲过 他就像一个 political scientist 像一个科学家一样 把这些事实 把它描述出来 而这种事实 他写不写 实际上就在发生 只不过呢 是老百姓并不清楚 那他如果把这本书 写出来了以后 老百姓一看 哦 这个当官的 或者是这个统治者 或者这所谓的义尊 就是这么一帮人 他们用的这些坏招 居然都是用这些招 来对付我们 那我们就看透了 你比如说是 以其受其热爱 不如受其被其恐惧 这种话 我觉得是非常经典的 就是说 很多统治者 尤其在今天 我们都能看到 他能之所以统治 他底下的 十几亿老百姓 实际上 他一直在某种意义上 从不同的角度 在传播的一种 让你恐惧的氛围 就是说 你要是不听我的话 后边会有怎么怎么样 后边我们还会 讲这个话题 所以呢 这个呢 老百姓如果真看透了 就像后来 美国不是有一个动画片 一个蚂蚁的 那个动画片 我忘了是 Anse 还是The Bug Story 我忘了 Bugs Life 两个里面都讲的类似 就是最小的那个蚂蚁 如果大家团结起来 会使那个最大的 欺负他们的那个 那个大蟑螂 或者那个大蚂蚁 实际上是恐惧的 是真正恐惧的 那帮人 就是所有的人都团结起来 意思就是说 表面上的 让你恐惧的东西 并不是真正的 就是说 怎么说呢 真正能够压倒你的 而这个呢 是老百姓看不到的 这个是老百姓看不到的 Spinoza Russo和Diderot 这些思想家呢 我还提到 Diderot也是这个 法国的一个 一个启蒙思想家了 他们 尽管他们对 这个 Marchiavelli的 这个总体评估 就是说 他的这些东西 并不是他的真心化 不是他自己的 真正的 相信的这些 这些方法 就是这种君主的 这种 阴暗的这种手段 但是呢 他们更倾向于什么呢 是Marchiavelli 真正内心的 想给大家 传输的一个思想 就是Republican thoughts Republican teaching 就是他真正的 他希望大家能够理解的 是一个共和的 开放的一个 这么一个体制呢 可以是 实际上 使一个社会 更加健康的往前走 那么从这种意义上呢 我们前面已经提过 他实际上是一种 政治哲学 和政治科学的 一个启蒙思想家 从这个角度来讲 Marchiavelli上 在历史上 是有这样一个地位 好 那么对Marchiavelli的评估呢 我们先放在这 我们呢 就是再回到 就是Marchiavelli 自己说的一些名言 我在这里面呢 就是把他说的一些名言呢 向大家介绍一下 这些名言呢 本身呢 就是说是正反两个方向 我们都能看到 Marchiavelli 自己的著作里 有一些很有名的名言 这些名言商 在今天仍然被大家 以不同角度的 被引述 比如说 比如说 Marchiavelli说 就是要想防止别人啊 一天到晚拍你马屁 奉承你 你就必须让他明白 OK 你不怕知道真相 什么意思 就是他告诉你真相 不会因此受到你的惩罚 或者是冒犯你 那么这个实际上是 Marchiavelli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论点 就是换句话 你如果当一个一尊 唯我独尊 这个当权者 如果大家知道 你不愿意听的话 你就会去惩罚他 那他显然就不会说 你不愿意听的话 那显然就是说 他说的话里就会有 对真相 事情的真相 有掩盖 有遮盖 这样的一个掩盖 遮盖的情况 实际上我们就知道 正是在今天 在俄罗斯上演 在中共上演 他明 大家所有的人 明摆的旁人 都能看见 他在犯一个重大的错误 但是这个重大的错误呢 无法在他的内部 这个核心层进行校正 因为他的核心层的人 因为惧怕冒犯他 因此就不去说 真相 OK 不去说真相 如果这个核心层之外 你能够随便 在我面前随便跟我去进行各种各样的辩论 对我提出不同意见 那实际上 这就是另外一个 这个我们在讲 讲丘吉尔和讲希特勒的时候 我们也讲过 丘吉尔实际上 在二战的时候 他底下经常有人会和丘吉尔进行辩论 进行辩论 对丘吉尔的意见进行 当然丘吉尔那个时候也有反对的 那更甭说 OK 今天的美国的拜登 或者是过去的川普 都是有不断的有人在质疑他 尽管这个质疑并不一定完全站得住脚 但是永远有人质疑他 反过来希特勒斯大林 谁敢去质疑他 尤其是像斯大林或者是毛泽东 谁敢去质疑他 谁敢去对他有任何的 这种公开的挑战和疑问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周边只能听到拍马屁的人 好 这个是马卡维利的一个名言 那么还有一个名言呢 就是什么呢 一个人如果老想去骗 如果一个人想去骗别人 一个骗子吧 想欺骗别人的话 首先他就要去寻找容易上当的那些傻瓜 他才去骗 他知道这个人是个傻瓜 是个容易上当的人 他才会去骗他 如果他知道这个人不可能是被骗的人 那他也就不去骗了 OK 这个又是一个很 今天很明确 怎么说 今天很有用的一句名言 我们知道在美国经常 在中国也是一样 经常会收到那种欺骗电话 那种电话就是 几乎是三天两天就会有一个电话 就是给你一个 想想这个电话就是什么 你有什么快递了 有什么多个护照了 有什么这个 尤其在美国 尽管我们在美国实际上是整天收到欺骗电话 至少我收到的 80% 90%都是中文的欺骗 那么这些 就是这种骗术 你几句话你就能听出来 他这是一个想骗你 想从你这儿骗东西 后来我刚开始我就不理解 我说为什么 他用这么低水平的欺骗的这种方法来去骗我 我怎么能去上他这个当 但是后来我看了一个文章讲实际上他是有他的道理的 这种欺骗电话 他第一站就是想用一个非常低级的骗术 去去过滤一下 因为如果一个人有一些基本的警觉的话 这第一站显然过不去 那他也就不会浪费时间了 如果他第一站这么低级的骗术 他都已经上当了 那下面这个人就很好骗 你就进一步的一步一步引他上钩 去骗他钱骗他的东西 所以这个本身就是经典的 Marchiavelli的一个quote 就是你要想去骗一个人 你要先知道这个人是不是容易上当受骗 他如果不容易上当受骗 那你就别要去折腾了 你要去骗他就知道这人就不行 所以从我个人的经验 我已经能看到这一点 就是说在我的中学 我的大学群里面 有一些非常非常愚蠢的那些言论 愚蠢就是他自己显然是一个脑残被洗脑 洗得很厉害 我就一直纳闷 你披静像我的大学同学 也是清华毕业的 你怎么这么没水平 但是仔细一想 在清华毕业里面也有笨蛋 对吧 而这几个最左的 最小粉红的这种观点的这些人 恰好是大学学习成绩很差的 而他当时上清华 咱们不说他怎么上了 就是他的自己的 这种本身的智力水平很低 这样的人实际上往往呢 你就去骗他 去洗他的脑 洗完了以后他自己 他以为他就是最聪明的 最最什么 把他自己观点整个扭过来 所以这个呢 实际上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心理现象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 以这个相关的一个 这个马克维里还有一句话 就是如果是一个骗子 OK 想去欺骗 想去欺骗人 刚才说了 就先找一个傻瓜 容易被骗的人去欺骗 而他更强调的 就是这些人 头脑简单 目光短浅 像这样的一人 你去骗他是很容易被骗的 很容易成功的 而这样的人是到处都是 意思就是说 傻瓜 容易被洗脑被骗的人 实际上并不是少数 而是多数 就是你可以把很多人 去这个这个有这样的 就这样的候选人是大有人在 所以呢 这是一个 那么以欺骗相关的 还有一个概念呢 就是说 作为一个统治者 OK 作为统治者 在在马克维里的时候 时代他是这么讲 作为一个统治者 there is nothing more important than appearing to be religious 就是你要是 在你作为一个统治者 最重要的是 你要表现出你的宗教虔诚性 appearing to be 有了 是表现 是假装 伪装 你宗教上很虔诚 当然 在他的那个年代 宗教虔诚是伟大光荣正确 是 是你的这个 这个好的形象的一个外装 那因此呢 就是说 他本质 这句话的本质是要说什么 就是你 做一个统治者 你一定要把自己伪装的 很伟大光荣正确 那么在那个时候 是宗教的虔诚性 但现在当然就是另外一个 就是你这人很 很这个哪个 就是什么 什么什么 是200块钱给什么家里付老乡亲 去资助 OK 这毛宗不就是伪装控这些东西吗 然后呢 是这些东西 好 那么 这个 这个人的本性呢 这个 马克维里有一个经 有一个经典的名言 这个我们以前已经提过 就是人本性是多变的 是虚伪的 是贪婪的 而这种 多变虚伪的贪婪的是 invariable 就是invariably fickle invariably generally hypercritical and invariably 或者是generally greedy of gain 就是贪婪多变 然后呢 又是虚伪 这当然 这是对人 很负面的一个描述了 那么对统治者 本身的描述 麦克维里是这么说 就是一个君主 或者是一个君主下的 所掌握的政权 上在一个社会中 是对社会危险 对社会潜在危害 最大的一个环节 一个环节 那就是说一个社会上最悬 最危险 能制造最大的危险 最大灾难的 不一定是某一个个人 而是这个社会的统治者 这个又是今天如此的恰当 看看俄罗斯 这几天就使他 使他整个的经济 政治 社会 退回去40年 50年 60年 就是因为普京一个人 OK就给退回去了 当然我们可能会看到潜在的 在这个中国 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 那这个也不好说 那么这是一个 对于这种 就是这种统治者 或者是人的本性的一些描述 那么还有一个描述呢 就是这个谁呢 这个Machiavelli呢 就是对这个做什么事情 和不做什么事情的这种 行动的一个总体的评估 他是他的基本的意思 就是说 Machiavelli的一些名言 就是什么呢 就是 我先quote一个英语 就是make mistakes of ambition and not mistakes of sloth 意思就是说 你做错事后的悔改 比什么都不做 后的后悔 要强一些 就是做错了事 没管事 总比什么都不做 然后还后悔 要强 他还有类似的话 就是 It is better to act and repent than not to act and regret OK 就是你做了事了 悔改 或者不做事后悔 The wise man does at once what the fool does finally 聪明的人 明智的人 行动 看到机会 马上行动 而一个笨蛋呢 就是永远在那拖着 这都是一个意思 就是行动的 这个这种 这种决策性 比什么都不做 要强 那么还有一个呢 他对人的这个 不管是统治者 还是任何人的这种才华和机遇 有一个很 很精辟的这种描述 就是一个人的才华 在没有机遇的时候呢 会被浪费 OK 而但是当一个机遇出现以后 如果没有一个有才华的时候 有才华的人出现的时候 这个机遇呢 也会被浪费 也会被浪费 那这个我用我自己的解释 一个最简单的一句话呢 就是乱世出英雄 OK 乱世出英雄 就是在机遇上 你碰到一个有才华的人 这个 这个 这个撞到一起 就出英雄 看看拿破仑 那就是乱世出英雄 OK 所以呢 这个是 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评估吧 那么那马凯威利 还有一句话 非常有名 keep your friends close and keep your enemies closer 就是你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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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朋友 你要跟他们 接近 但是呢 你要应该把你的敌人 离你更近 意思就是说 你对你敌人的 更深的理解 比你对你朋友的理解 还重要 你因为知己知彼 你知道知道你的敌人 从非常清楚的知道你敌人在想什么 干什么 潜在的做什么 比什么都重要 这就是马凯威利讲的 呃 那么 还有呢 就是在 在这个 自助或者是求助其他人的帮助 就是当你自己能够自己帮助你自己 或者自己对自己有救助的时候 别人才会去救助你 这个呢 今天又是一个很恰当的一句话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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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乌克兰的总统 他之所以 今天在短短的两个星期之内 变成世界上的一个 一个名人里的名人 因为他非常 就是他成为今天很多人 把他和这个二战时候的丘吉尔相比较 那就是丘吉尔大致在历史上 在西方是非常非常高的位置 把他放在那个位置 因为什么 因为他在反对俄罗斯入侵的这个上表现 相当的杰出 那么这种杰出一个根底是什么 就是他没有放弃 他没有逃跑 他没有自己把自己 就是从这个灾难中解脱出来 而是在自己就是牢牢的在里面 就说我就在这里面 我跟你们拼了 我不会投降 我不会什么 这我不会那个 那大家看到如此意志坚定的一个国家领袖 那全世界人就会马上就会站到他一边 那对俄罗斯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惩罚 这种制裁 实际上都是由于他的个人魅力 就是Zelinski的个人魅力造成的 所以这个呢 就是说others will help you if you help yourself 这个还有这个善与恶的人 善与恶的这种阐述 Marchiavelli是这么说 一个人如果总想当善人 他就会周边对周边 会被周边无数的恶人毁掉 就是说换句话说 人不能太nice 人不能太善 你只想去当善人的话 你可能会被恶人给 给吃掉 就是你心里要有一个准备 你周边的人不是都像你想象的那么好 那么最后呢 我再crow的一个 Marchiavelli说的一个非常 有名的名言 他说 he who has once begun to live by robbery will always find pretexts for seizing what belongs to others 翻成中文曾经以抢劫为生的人 总会找借口抢夺别人的东西 大家想一想这句话如此精辟 OK 如此精辟 看看今天中国的这些 这些成功的私人企业 在不断的被剥夺掠夺 在不断的被被打压 被这个剥夺他们的财富 强迫他们去这个那个 因为什么 因为控制中国政局的这个政权 这个regime OK 这个中共 实际上就是靠抢劫起家的这么一个势力 他们在49年以前 就是靠抢劫起家的 所以他们在70年的整个的这个历史 就是一个抢劫别人财富的历史 那像这样的一个政权当政 你怎么能指望他 不去把你的财富抢掉呢 看看李嘉诚 关键的时候掉头就跑掉 钱赚到兜里落袋为安 到兜里的钱赶紧跑掉 看看马云 不知道什么时候是结束 最后很可能 他最后连自己的身家性命都难保证 这就是说 你当你当一个统治者 不管是统治者了 任何一个团体 或者一个集体 或者一个集团 他本身就是靠打杂奖 靠打土豪分田记 为生的这样的一个 或者是唯出身的这样一个群体 他当然会在关键的时候去抢别人东西 以找各种借口去抢别人东西 好 那么最后呢 我们再看一看 马凯维尼对20世纪的国际政治和国际的这种 现代生活有哪些更深入的影响 这里有正面的 有负面的 谁能说是负面的 首先呢 这个负面呢 实际上这个据说 在80年代90年代 美国有一个黑手党很有名的黑手党头目 叫John Gotti 这个人已经死在监狱里了 他是黑 就是有人说 他是那个教父那个电影里的原型 就是一个黑手党的意大利人 但是在美国 就是几十年的那个总头 最后美国人用逃税什么方法 把他给抓住了 他呢 实际上呢 就非常相信这个 非常熟读 马凯维尼 他有的时候 他说的话里 还把马凯维尼的那个 The Prince里的一些名言 给quote出来 那么这个呢 某种意义上就是被 后来20世纪有些人说 这等于是黑手党的圣经啊 就马凯维尼 The Prince 就是这个 The Mafia Bible For Gansters 那么这是一个 就是某种意义上 一个负面的一个链接吧 就是把马凯维尼的Work 和这种黑手党连接到一起 那么希特勒呢 据说也是有 The Prince这本书 放在他的床前 他经常也看到 斯大林呢 这是 希特勒这个事呢 是据说是 据说 我说的是据说 那么是否有 确凿的历史考证 我不搞不好说 因为这事 我没有太仔细研究过 但是斯大林这个呢 据说是 是有历史考证的 就是他 甚至把这个 The Prince这本书 用他自己的手写 还在里面 做了一些编著 就是他自己 看到哪些观众 关键的片段的时候 他自己还写 写他自己的这个意见 所以斯大林希特 都是幸福这个 毛泽东 我不好说 因为他可能 没有看过这本书 在这个 这个法国世界报 对中共的一个评估呢 实际上呢 就是在 在一两年吧 有过这么一个 有这么一个评估 他的评估呢 就是中共现在处在一个马基亚维利时刻 Machiavellian Moment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今天的中共已经过去 从过去的 就是在毛时代那种被人民热爱 当然他是通过洗脑 来产生的一个民众对他的热爱 变成了今天人民对他的恐惧 以换一句话说 他的统治 以其说是被爱戴 不如说是被惧怕 OK 被惧怕 那么这种惧怕 当然是面对中国老百姓 让中国老百姓 对他有一种惧怕 这个我们想一想 他的这种选择性的反腐 OK 他这种选择性的反腐 实际上 首先他制造的就是一个 中国 中共的 内部的 这九千万党员的 各个基层的 这个官员的 对习近平的统治的一种惧怕 先不说老百姓 OK 老百姓实际上也要 他以其他 以这种监控体系 以这种警察体系 以这种各种各样的 这个什么国安 各种各样的喝茶体制 都是在制作一什么 制作一种恐惧 制作一种惧怕 就是我有铁一样的手腕 我可以让你扶我 那么这个呢 实际上就是说 从和毛时代的那个 那个管理的 统治的 或者是管理 或者统治的那种 那种状态呢 像已经是有一个 根本的转变 这个转变就是 就是从被爱戴 转成了被惧怕 那么习近平权力 达到顶峰了以后呢 实际上呢 这个呢 这种从爱戴变成被惧怕 实际上呢 就是他巩固权力的 一个关键的 一个手段 那么他之所以用这个 这种 那么他以什么样的方法 从爱戴变成惧怕呢 恐惧或者是惧怕呢 他实际上主要是依靠 一个是依靠暴力手段 依靠 一个是依靠洗脑宣传 那么这种恐惧是什么恐惧 第一是用各种各样的氛围 用各种各样的宣传手段 使老百姓产生对动乱的恐惧 就是说如果中国 OK 世界上任何地方一旦出了乱子 他就会说 如果中国你们不听我的 不听我中共的话 这就是你们的下场 就会几千万人 人头落地 血流成河 那么这个所有的中国老百姓 任何世界上任何的人 都是爱好和平的 这一点 这个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没有哪一个人说是 说是我就是天生想去打仗 打个血流成河 尽管中国的这些爱国贼 小粉红整天喊 你让他真正去出去 去抛头颅 扫头去 他马上就缩回来了 那些小娘炮 所以呢 这是一种恐惧 还有一个对暴政的恐惧 就是我的警察到处都是 我的监控头到处都是 我随时随时知道你在跟谁说话 你在说什么 你写的稍微有一点不什么 我马上就可以找到你 让你知道我在随时随地的跟踪你 我们在以前的友谊讲 就讲这种监控 全方外的监控 实际上就是制造一种恐惧 让你充分的恐惧 好 这是对内 OK 对中国对内 那么对外呢 实际上就是所谓的战狼外交 那么战狼外交仔细想想 他是在讲什么 不是讲油嘴滑舌 而是讲一种 让别人恐惧的这么一个氛围 那么制造这种战狼外交 显然不是像王毅这种 这种人 或者是王毅 或者是什么 什么这个什么 什么胡锡进这些人 真正制造战狼外交的 后边真正的主盘手 实际上是习近平 是这些人 他们底下的像这个什么 什么胡叼盘这些人 这些人只不过就是一帮太监而已 主子说什么 他就要做按照主子去做 那么这种战狼外交的主要的表面上看 OK表面看是让外边的全世界的人对他恐惧 因为什么我们霸气 我们牛逼 他们发颤 我们这么牛这么霸气 我们要中国什么彻底这个那个要什么伟大复兵 就是非常非常的一种一种一种就是一种侵略型的一种口气 但是仔细想一想 这是对外啊 战狼外交对外 但是仔细想一想 他实际上他的真正的目的不是对外 他还是对内 他还是对中国自己的民众的一种创造恐惧 那这种恐惧就跟刚才那种恐惧呢 是另一个角度 刚才恐惧说你不听我的 我有各种方法去治你 去监控你去怎么怎么样 而那种恐惧呢 是说你看 不但是你们 你们我被我让你恐惧 全世界的人都怕我们 美帝也怕我们 OK 这个西方的所有的人都怕我们 因为我们是第二大经济体 因为我们有航空母舰 我们有核武器 我们有这个那个 像你胡锡进 整天不就是这个 我们一千个核弹 把谁全给炸兵 全世界就灭了 他就有这种牛逼 就是所有人都怕 可实际上呢 他说这些话 并不是对外说的 还是对他 在他的控制内的草民的一个信息 让草民知道 你们怕 你们应该怕我 全世界人都怕我们 而表面上看呢 好像是我们自豪 实际上呢 是像这些韭菜 像这些屁民证明 全世界都害怕中共 正那么某种意义上的验证 你们都怕我 那显然我这个执政的合法性呢 就某种意义上的就巩固了 或者是证明了 OK 当然像这种 这种东西 就对 为什么他对这个中国的这种 就是这种惧怕的这种范围 他如此的重点 去弄 OK 主要是因为什么 他有火墙啊 这种火墙能遮住 让全世界反对中共的这种 或者对中国不屑一顾的一些观点 全都给封闭在外 那中国里边的草民屁民 一下子看 这上面这政权 这么牛逼 全世界人都怕的 那我当然更怕的了 所以呢 这个呢 实际上就是一个 他某种意义上呢 是他对这个中共的整个的这个 14亿老百姓的一种控制 一种思想控制 当然对外的话呢 他也有一种 让人惧怕的一些手段 这些手段呢 实际上就不是我们霸气 我们牛逼 而什么呢 我们有巨大的市场 我们有巨大的国际中国市场 中国所有的14亿的用消费者 实际上都等于被他绑架了 那么这种市场的这种巨大 实际上就使中国是对国外的各种各样的 这种大型的国际企业的一种一剖鞋 OK 包括像Nike 像什么什么其他的这些 这些在中国有很大这个这个市场范围的 这些国际的这些商家 就不得不在某种意义上向中国进行妥协 进行低头 好 那么这个呢 先就是说到中国这个 我们在话题呢 转到就是 Marchiavelli对这个现代世界上的各种各样的这种 商业的这种business leader 商业领袖 有哪些影响 这个本身上也有影响 因为Marchiavelli在这方面也有他自己的一些评估 比如说 OK 比如说他说呢 Marchiavelli就名言就是never has never was anything great achieved without danger 这个实际上在今天的话 就是什么 就是你要想做大事 你就要冒一定的险 冒一定的风险 那么这个风险呢 实际上就是在这个 这个这句话上经常被一些这个商业界的领袖 所引述 就是你要想得到大的回报 你就要做大的灰险风险 那么这个这个这种风险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Marchiavelli还有一句话很有名 就是we are the willingness is great the difficulties cannot be great 就是当你非常愿意做一件事的时候 这个事情的难度就会以其相对应的降低 Steve Jobs 这个已经过世的苹果的这个创始人 他也说过类似的话 他说你要想真正热爱去做一件很难的事 不管这事什么 你首先呢 你要去热爱这个工作 你当你如果是能够爱 what you do love what you do 当你对你做的事情非常热爱 你做的事情 就可能做出非常伟大的事情 当然所谓伟大 就是非常难的 非常艰辛的东西 你都能做出来 在这个商业界 在这个管理层 高级管理层 也有一句很有名的一句话 这是美国人一句话 这当然不是Marchiavelli说的 但实际上和Marchiavelli有关的 他说 A players surround themselves with A players And B players surround themselves with C players 用Marchiavelli的话 意思是什么呢 Marchiavelli有一句名言 以这个相对应的 实际上就是说 评估一个统治者的智慧的第一种方法 就是观察他身边的人 就是你看他周边都是什么人 你就知道这个人的水平如何 刚才回到的A players surround themselves A players A players在这里意思就是什么 是一个水平高的人 就是这个人非常牛逼 非常的能干 非常睿智 这样的人 他周边的给他帮他的人 都是水平高的人 就是他只要 他只本身也找水平非常高的人 来跟他组成一个团队 但是如果你是个B player B player在这里 就是水平一般 OK水平一般 这样的人 他一定会找C player 就找比他水平更差的人 来帮助他 因为他自己缺乏自信 他缺乏自信 当他缺乏自信的时候 他不会找比他强的人 他是B player 他本身就不是最好的 他不会找一个A player 因为他知道一个A player 在他身边 在他的部下的话 十有八九 早晚有一天就超过他 看一看习近平 习近平是工程学员 我们看一看 他周边他最信任的人 是不是都是工程学员 好像不少 都是 就是受教育程度 都是 叫什么残差 叫什么残词 参词不齐 就是非常没有经过系统的 这种教育的人 所以这个某种意义上 就是他在 习近平本身是个B player 他找了一堆C player 当他的助手 所以这个 再回到这个 马凯威利 他就说评估 统治者的智慧 或者是能力的 最重要的方法 就是观察他身边的人的 能力和智慧 那么在这个国际关系上 这种 Machiavelli的这种 realism 这种现实主义 实际上在国际关系上 更是显示了 淋漓极致 OK 淋漓极致 就是在国际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是 必须要用 现实主义来对待 就是说 这里边就是说 你任何的 这种伟大光正确的 这种政治理念 当然在这里边 有一定的 有一定的 作用 但是关键的 关键的什么 你这国家和国家的 实力的对比 国家国家实力的 这种现实 是决定了 你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 那么这样的一个 像我们以后 还会在另外一个地方 以不同的角度 来评估这件事 就是这种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国家与国家的关系 不是像我们想象的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用一些共同的理念 就怎么怎么样 但实际上 这里边有一个实力的问题 当然实力上 和政治理念 和它的ideology 当然也有紧密的关系 美国和英国 成为铁哥们 这不是偶然的 OK 美国和俄罗斯 不可能成为铁哥们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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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和俄罗斯 成为铁哥们 这也是必然的 这某种意义上 第一驱动 就是它的国力上的需求 互补 第二驱动 就是意识形态 当然美英之间的 意识形态 占的很重一部分 那么这是一个 那么在政治上 这种各种各样的现实主义 显然 也是非常重要的 马克维利 一句名言 It is better to appear than to be 意思就是说 你外边别人看到你的表象 比你心里想的实际上是什么 更重要 就是你想的什么 不要完全表入出来 而是让别人看到你是什么 你要他 让他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你就要表现成什么样的人 在这个政客上 这也是很明显的 很多政客很有名 就是kissing babies 出去竞选的时候 抱小孩 把当地被选民的小孩 拿过来抱一抱 然后这显然 他是不是喜欢的小孩 咱们不说 但是从照片上 从电视上看 这就是一个 appear to be then actually to be 他是不是喜欢的小孩 那不好说 那么同时 在美国 像是一个宗教性很强的选民中 当一个政客 到这个宗教性很强的选民区 去选举的时候 他往往手里举着一个圣经 ok 手里拿着一圣经 就是就是这开口闭口 就是这个圣经 我是Christian 我是这个 我是那个 但实际上呢 他真正的是不是 鬼知道 ok 鬼知道 所以呢 这个 这个在不同的地方呢 他有不同的那个什么 那么Francis Bacon 这以前我们也讲过 这是英国的一个启名思想家 他自己呢 他对这个Marchiavelli 有一个很恰当的一个 一个总结性的描述 我这里面引述一下 ok 他说呢 就是 we are much beholden to Machiavelli and others that write what men do and not what they ought to do ok write what men do and not what they ought to do 意思就是说 我们对Marchiavelli的著作 我们要非常感谢 因为什么呢 他实际上在描述 人实际在做什么 而不是他们应该在做什么 这个就是Marchiavelli的精髓 他的political realism 或者是他的realism 是他的精髓 他的描述现实 那么这 那么这一节呢 我们基本就是结束了 Marchiavelli的介绍 但是我们从这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Marchiavelli的介绍 主要的重点 是在 the ruler and the art of ruling 就是他的重点 在描述 一个统治者 以什么样的方法 去有效的统治 他的臣民 那么下一节呢 我们就开始把这个话题呢 调一个方向 就是臣民和统治者的关系 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就是被统治的 人民或者是群众 或者是臣民 和统治者之间 到底什么关系 那么这个一个代表性的 一个思想家 就是Thomas Hobbes 叫霍布斯 我们下一节呢 开始介绍霍布斯的 一些关键的思想 这下一节节目讲